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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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 禅师的故事 那我记得 圣言师父在 大概三 三十几年 他其实 讲过一系列的 这个禅师的故事 那他会 讲这个的原因是因为 师父他自己本身有 编辑的 一本语录 那他叫做 《禅门修正之要》 那他就是从 我们禅宗里面 很重要的这些主师的 语录公案,那师父觉得 对修行 对现代人修行 能够有所提点的 那他就揭露 只是揭露 但他不做解释 那偶尔在 禅琪的时候 师父他会 画蛮多的篇章 那在 为这些 主师 注意的 然后每天晚上就 做这些开释 那其中 吴云云来禅师 他的博善警测 曾经被圣爷师父 他的残期使用 高达 可能将近 要到十次左右 就是有十次的残期 师父都是用这样的 语录来做开始的 所以他非常重要 那更往前探究 师父他在 日本留学 然后这个 博士论文 就是这个 等于是这个 明末佛教的研究 那 这其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就是要研究到 这个 偶尔大师 那圣爷师父甚至 曾经把这个 偶尔大师的 这凌峰中论啊 读了 三十几遍 快要四十遍 那 这其中 当然就有 提到说 偶尔大师他非常非常 敬仰的 一位产师就是 吴云云来产师 那 甚至可以说 这个偶尔大师曾经在 吴云产师底下 餐学过 那 餐学 之后呢 也订定了 偶尔大师之后的 这个 餐修方向 呃 的修行方向 啊 这个修行方向就是 他不入餐门 哈哈哈 很有意思哦 就 餐完 这个 餐室之后 那对他非常的敬仰 跟敬佩 那事实上 也可以 谈到说 他 在经过这个 呃 五一餐室的体点之后 发现当时候的这个 餐门的 流弊 啊 已经相当严重了 那这里的流弊呢 可以讲说就是 啊 是在啊 文文字的这个 肢解上 大家都在这上面推敲 那 实修的功夫呢 不多 当然还是有非常好的 禅师在 那对他来讲呢 他就是 呃 反而发现了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他也开悟了 但是之后他就 非常谨慎的 去哄 甚至可以说他 主要哄这个 啊 净土法门 当然他也是一个禅师 也很有见力 哦 那这是一个啊 比较特别的 啊 啊 片章哦 啊 啊 师父这边谈到 就是说 吴亦云来禅师呢 呢 他的 餐法 就是他的这个 主要的修行方法 都是来自于草洞中 那从他的 餐餐禅语看到 就是说 呃 他的这个 呃 功夫啊 呃 用的是 呃 画头 或者是 颤这个 公案 呃 那很有意思 呃 那大家呢 如果有机会的话 在网络上 可以 找到这个 博山警测 或者是 餐餐禅语 那这上面呢 是一个 啊 这些文字都很犀利哦 就是 直接的去告诉我们 这个 修行的 啊 问题 而且 你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你的 哪一个动机 哪一个心态 其实你不对 所以 啊 修行的这个功夫 他没有办法呈现出来 哦 好 啊 啊 我们就 啊 主意的来 啊 听一听这个 蚕丝的故事 呃 呃 我原来蚕丝呢 他住在这个 姓周 啊 啊 他的 啊 啊 俗姓沙 哦 然后 他的名字叫做大乙 哦 啊 他的母亲姚氏 那 他在 怀孕的时候呢 啊 呃 其实就有一些异象 那在 出生的时候 啊 就是 出生之后呢 在哺乳的时候啊 他就发现这个 啊 奶妈 他如果有 吃到荤的时候呢 他那一天他就 也不 不喝这个乳 哦 所以就是说 他在胎里 就已经是 纯素的了 那 在出生之后呢 就是有这个心味的 他就 不碰 这样子 那 七个月之后呢 母亲就 哦 往生了 哦 那就 变成说 啊 从小呢 是由父亲 这边把他 带大 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姻缘呢 他在 啊 十六岁的时候 他就 发源要 出家 要出家 那 到当时候非常有名的 天台的这个 精灵的这个 瓦关寺 哦 那他到瓦关寺之后 刚好有 听到 哦 这个法师在讲这个 法华经啊 哦 那这个法师讲的 也蛮好的 啊 他是足一句 足一句的去讲 这样子哦 但他听到这样子 询文解句的时候 他就 觉得说 佛法真的就 只是这样子吗 哦 他十六岁的时候 就提出了一个疑问 如果我学佛 然后出家 就只是这样子 询文绝技的话 那 那 那真的是我要的吗 哦 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之后呢 他就没有留到 啊 这个 就没有在这个 华观寺 就是天台的系统出家呀 那之后他到剑五这个地方呢 啊 就刚好 这边有禅师哦 啊 他就 他是天台的系统 但是他并没有 呃 在 这个 等于是说 他 要找的是这种 能够有实修的 这个法师 啊 所以他到这边之后 就 蛮相应的 蛮相应的 就在这里 剃度 那剃度的时候 他就修这个天台 智者大师他说 哦 哦 哦 流传下来的这个 指观的这个方法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的功夫用的很深哦 那他也是可看雕琢的 所以他这个 指观的方法 哦 在用的时候呢 他曾经是在 啊 就是在餐堂外 哦 那是在这个松树下 那他一做下去之后呢 就已经是怎么样 哦 就已经进入了 非常安定的这种状态 状态 所以啊 不知道白天也 不知道黑夜 那一做下去就 进入了这个 啊 身心统一的这个状态 那 何以见得说 他是身心统一 哦 是入定的一个状态呢 也说他 啊 进入这个禅定之后呢 那户外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文字都很 很大字很读 而且是 啊 一大群的嘛 哦 那结果 他在入定期间呢 这些文字啊 哦 就 布满了他身上去吸他的血 这样子 但是 文字在吸他血的时候呢 哦 他是没有反应的 哦 他是没有反应的 就根本完全压根 啊 对这件事情是没有反应 哦 也可以讲到说 他所入的这个定 啊 不只是身心统一哦 哦 啊 所以更深的状态底下 哦 对内跟对外 哦 这个身心世界消失 那对外呢 哦 这个山河大地也消失了 哦 他是比这个 環境统一 还要深的这个定哦 而且不是一次 不是偶然的 啊 也不是两次 而是多久呢 哈哈 这种禅定的状态 他这样子一修 啊 他是呈现的时间 啊 就每天这样做 他是五年哦 而且呢 不管是春夏秋冬哦 啊 他不曾怎么样 啊 不曾断过 啊 这样的一个修行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哇 真的他的那一种 啊 就是要修行的那种心啊 啊 非常非常的强 啊 也是山根非常的深厚 哦 所以啊 已经啊 跟一般的普通人 哦 不太一样了 那在这样的修行之后呢 哦 那因为 我们看16岁 出家哦 那五年哦 就21岁了 那也到了 佛字讲的就是 这个可以受比丘界的 啊 这个标准的年龄 所以呢 他就哦 啊 到这个 超华山这个地方 哦 然后 哦 到这个 哦 宏法师这个地方呢 受这个比丘的戒 那受了之后 他还 学戒哦 哦 所以啊 不只是受了戒之后 那他也 跟他再继续 学这个戒 所以他 我们可以知道说 有戒生定 有定法会 那他是这种 所以在修行呢 是属于这种 下这种硬功夫的哦 非常非常扎实的哦 好 那再来看哦 就是说 那他说完戒之后呢 那也许完戒之后呢 那也许完戒之后 他听到 就是在寿昌这个地方呢 有个无名慧经大师 那也刚好附近 住在附近 这个这个山峰 叫做耳峰 哦 那他在这边呢 在弘扬这个草洞中的法门 哦 那他听到之后就 很开心啊 哦 就是 因为 草洞 这个 灵迹的这个法门 满天下 那草洞的法门呢 当然不足灵迹那么 兴旺 但是呢 他的这个底很厚 所以他听到之后 就很开心啊 然后就去拜啊 准备要拜这个 寿昌产师为老师啊 啊 那有趣的是哦 就是他 见到这个寿昌产师的时候 那大家想 寿昌产师在干什么 啊 正在例行摆帐家风啊 一日不做一日不死 所以他带着这个什么 斗笠 拿着这个图头 那再 再等于是出坡啊 那 那这个 五亿禅师他 也蛮有趣的 他就看到一个出家人 他在这里耕田 就想说 你在这里耕田 看看 你是不是 不是禅修的 哈哈哈哈 我要找的是禅师 这样子哦 所以呢 他就动了这个念头 那动了这个念头之后 他就没有在这个什么 就没有在寿昌这个地方 住下来这样子 但是他在附近 就在这个 明南的这个光泽这一带 就住在这个白云峰三年哦 他在白云峰三年 他还是继续用 他之前天台的方法这样子 那 他的这个心得呢 就会把他写成书 写成厚厚的一叠书这样子 然后呢 就把他 把他寄给这个 收藏和尚这样子 然后收藏和尚呢 我就给他一个评语啊 很简单 寄来厚厚的一叠 然后回去 给他一句 给他一句 这个不是第一意 我们知道说 圣贤师傅 他在指导地址的时候 特别在小餐的时候 有时候这个地址啊 哇 进来小餐子 哇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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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一大句 然后师父看着他 继续用功 不予肯定也不予否定这样子 那甚至有的时候有的地址 他把他那个修行心得 哇也是写写写写写 写成长篇大论这样子啊 师父回心的时候 不要找这个像 不要找这个生性像 回到方法 这样子 都很简单的 用一句 让大家回到这个方法 所以当他在这里用功三年 然后又把他的心得写这么厚 结果 这个收藏合上再跟他讲 一句就把他打回来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 就 就有点失落 有点失落 那毕竟他是修成之人 心是很定的很稳的 他只是对于自己的这个所得 觉得哎呀 我用功这么久 用功这么深了 怎么我还没有办法 去碰到这个第一意 所以他就奔向礼拜 然后把他的这个书稿 全部都把他烧掉 那不再去呈现给 因为对自己的产品 就怎么样 要把关嘛 既然他不是第一 就不要去 去让别人 这个污染了这样子 然后他更浅心 回到这个 残重的这个法门上 就从天台的这个止观之法 慢慢的 慢慢的转向了这个什么 残门的公案 那有一天呢 他在看鱼路公案的时候 就搬到这个 船子 和尚的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也非常非常的精彩 哦 那我们就来看看 那他就是 在看到这一则故事的时候 那就是这则 残重的公案的时候 然后就起了很大的这个什么 遗情啊 就是船子在药山之门 何以二十年死得 哦 那这个故事呢 它其实是牵涉三代的故事 那我们来看看 嗯 那可以看到说 哦 从朝夕以下 哦 一直到石头西迁 然后在药山为演 哦 刚才谈到了这个药山 药山为演 底下出了哦 三三位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学生 哦 就云烟坛成 然后船子得成 跟哦 道武宗志 那这三个人呢 就是在这个药山底下呢 都是有见地的这个大法将 大蚕师啊 那三个人就彼此相约啊 那就说日后呢 你们如果有看到 值得雕鑿的看雕鑿的啦 那 啊 啊 啊 记得相互啊怎么样 介绍一下 啊 啊 特别是这个啊 啊 川子得成呢 他 哦 更谈到说 他的个性呢 他就 比较喜欢 啊 一个人啊 然后住在山林之间 然后自己用功这样子 哦 那他比较不适合 啊 住这一个 哦 人很多的这个 哦 他自己的个性是这样子 哦 那当然啊 这里是他自己有见地了 然后心能做主了哦 所以他能够这样子做 但是这个功夫还是照顾得很好 所以他就跟他的另外两位师兄讲说 啊 啊 如果你有啊 有机会遇到这个好的人才啊 那记得把他介绍给我 那我会把我在啊 师父就是药山那边所学到的所有通生的功夫啊 都把他传授出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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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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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是不是真的跑到法堂那边去啊 哦 然后 大家 大家就哎 法堂没有到啊 然后这个 他就讲说哎呀 你们不懂我的意思这样子 啊 那讲完这句话呢 他就啊 这 入灭了 世纪的这样子 然后他寿命还以当时来讲还蛮长的 啊 84岁 然后也受到这个国家的这个封号 叫做红道 好 好 那再来他的地址 我们刚才谈到 就是这个 船子得称 啊 这个 船子得称呢 他的节超高秒度量不群啊 就是他这个气度非凡啊 哦 然后他自从在这个邀山禅师底下 他就跟他的两位师兄 哦 刚谈到道武跟云言 哦 是非常好的这个道友这样子 然后当他要 离开邀山的时候 就跟他讲说 哦 我们三个人呢 应该是各自分离啊 哦 那各自分离的好处就 像哦 世尊 当时候跟这些大罗汉讲的 哦 在还没有开悟 哦 在还没有证阿罗汉之前啊 哦 世尊佛陀是鼓励大家 比丘啊 你们要赶快去证阿罗汉啊 比丘啊 你们要赶快证阿罗汉啊 哦 然后证了阿罗汉之后呢 就讲 啊 罗汉啊 啊 比丘啊 你们应该走得越远越好啊 比丘啊 你们应该走得越远越好啊 哦 把这个佛法传 传递出去 这样子哦 啊 但他哦 就是说我们三个人呢 就 分开 然后不要在同一个地方 然后这样能够建议人更多 哦 然后呢 但是他自己本身呢 就是帅姓啊 书也 微好山水啊 啊 热情自欠 所以呢 他就说 如果你们以后知道我住在哪里呀 哦 那 遇到这个灵力做主的时候 就是说 在丛林里面 总是会 有人 这个比较犀利的嘛 就说 如果你们觉得 有遇到一块好料的 哦 那记得呢 把他介绍过来 这样子 哦 然后我将把生平所得 哦 就把他传授出去 那以报显示之恩 哦 然后这样讲完之后呢 三个人就分开了 那他到这个秀州哦 华庭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他就哦 哦 犯一个小舟这样子 然后 随缘度日 哦 就是 从 从 从河的这边 哦 渡过去又渡过来这样 然后以街四方来者这样子哦 那当时的人呢 并不知道 哇 他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功力 有多深这样子 啊 但是呢 只是知道说这个和尚蛮好玩的 哦 所以大家就叫他就叫做 船子船子这样子 船子和尚 那有一天啊 他把这个船呢 放在这个岸边 然后在 这个 啊 先坐 就要在打坐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有人问了 问他说 哎 和尚 你这个 每天在这里 你是在做什么事情啊 那 这个船子和尚呢 他就把这个 将啊 就 就把他举起来 那问 问这个人说 你会不会 哈哈 哈哈 这好像就是在 禅堂里面 这个祖师把这个福祉这样 每天在圣堂说法的时候 把福祉一举起来 哦 谁会得 大家会不会这样子 啊 这个人他就讲说 不会 啊 不会的话 那个这个 船子他就说啊 啊 啊 赵波 啊 赵波清波啊 金银汉玉啊 啊 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在讲说 我在这里其实就是怎么样 我在用第一意 啊 在杜众生 在世人 啊 但是呢 啊 我虽然我都一直在用这个第一意接种 但是问题是什么 我都从来没有一条 遇到一条怎么样 啊 真正好的大鱼 哦 一条真正好的大鱼都还没有上钩 哦 那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所以啊 他自己啊 就有一个记者啊 哦 其实这记者蛮有意思的哦 啊 他就讲 讲说 30年来做吊胎 沟头往往得黄能 就说他30年在这个华庭这个地方 啊 这个做拜都的时候啊 啊 然后怎么样 每一次下钩呢 钓到的就只是这个黄能 啊 黄能鱼这样子 啊 他的鳞片呢 是偏 大概是偏黄色的啦 哦 所以叫黄能鱼这样子 但是呢 啊 从来就遇不到这个精灵了 我们知道黄色跟金色差很多嘛 哦 所以啊 他讲说 精灵不遇空劳力啊 啊 收取诗轮归去来 就这样子讲说 啊 我在这里30年了啊 老师去钓到这个小鱼啊 那真正的大鱼我都没有钓到啊 啊 何不如去啊 就是怎么样啊 哦 这个归去啊 这样子 那自己这样自己讲 那后面呢 啊 他就讲到了这个记者 那大家啊 有空的时候啊 有时间啊 大家可以去啊 啊 振作一下 哦 好 那 这个是啊 船子得逞和尚 啊 再来呢 就是他要钓到的这条大鱼 哈哈 就是夹山散会禅师哦 那夹山散会禅师 他是广州人啊 属性廖 啊 九岁的时候就在坛州的这个龙崖山出家 然后啊 也是啊 满满二十岁的时候受这个巨族戒 然后一样啊 往江陵的地方啊 就是啊 这个地方是天台比较啊 啊 殊胜啊 比较啊 新旺的这个地方 那该念山学 就是他对这个界定会啊 山学呢 都啊 非常的重视这样子 那这山学就是受了拒绝之后 那学了拒绝之后 他就开始啊 去灿禅啊 啊 开始去灿禅 那他最初呢 他住在这个金寇啊 住在鹤林 就是距离这个啊 首都不远的地方啊 啊 这个鹤林 那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这个道无产师呢 啊 因为前面讲嘛 啊 这一个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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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一定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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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你这样子啊 啊 十小啊 然后啊 请请上座啊 你这个慈悲啊 啊 这个怎么样啊 能够啊 啊 那这个道无就是说 啊 我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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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你啊 啊 出事以来啊 啊 就是說從你這個 在這個參禪以來 在進入禪門以來啊 一定是怎麼樣 沒有遇到好的人選啊 沒有遇到好的人選 他沒有直接講他 但是講說你沒有遇到好的老師啊 然後夾三就說 那你不直接講我 你只是講我沒有遇到好的老師 就說那我 我哪裡有問題 你你你是不是能夠明說啊 把我說破這樣子啊 然後這個到我就 就掉掉他胃口 要說啊 這個不方便說 不方便說 但是呢 我建議你啊 請你到秀州華庭 這個地方去找這個 川子和尚 那 那這個夾三就 欸動了念頭了 他覺得哇這些人真的是高深莫測 也有了這個信心啊 所以夾三就問說 那這個人怎麼樣呢 大五就講喔 這個人不簡單喔 他上無騙華下無寸土喔 這個人他不住誓願的喔 是是是是這個什麼 也可以喔 弦外之印可以講說 他上面怎麼樣喔 沒有可以喔 這個遮身的 然後下面呢 沒有可以立足的喔 他這個功夫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他不攀附 他的這個功夫是不攀附在上 就是在上跟在下 他是一點立足一點都沒有這樣子喔 所以 他的功夫很好 所以呢 你做主 今天你的這個 叢林裡面已經當做主了嗎 那想必定是怎麼樣 這個 衣袍啊 都是非常的 我們不能講華麗 但是怎麼樣 一定是非常的 嚴正 然後非常的 一看出來這個氣度就非凡這樣子 那他說你如果要去拜這個 這個 華廷 這個穿紙和尚的話 你應該怎麼樣 把這一身衣服換一換 這個換比較簡陋一點的 比較朴素一點的 不然他不會見你的這樣子喔 那賈三呢 這個時候就怎麼樣 就散掉了 就把他的這個什麼 他的這個 這個 這個姿勢 就把他取消掉 就等他不再生做說法 因為 真的是有好的老師可以去尋翻了 然後他就散掉之後呢 他二話不說也直接就到華廷這個地方去 然後到華廷之後呢 也算蠻順利的就見到這個穿紙得逞喔 然後迎來的時候啊 當然 穿紙就想知道說他是從哪裡來的嘛 所以他就問說做主住什麼事啊 就是你從哪裡來啊 欸這個賈三三位也蠻厲害的 他一回來說 是即以不住 住即以不識 哈哈哈 也就是說啊 我就是不住寺院啊 然後如果我住寺院的話 我就不像這一生人啊 就不像這個和尚了這樣子喔 欸 就不像餐修禪的人這樣子喔 那所以 傳者要繼續打說 那你不像這一生 那你像個什麼啊 所以這個賈三三位就說 啊 你這個啊 你在眼前啊 是看不到相似相似的啊 所以 這個 這句話就是說 不是四個什麼 然後 你要回答的時候 他講說 你不是四個什麼 我不落入你的陷阱啊 既然 你硬啊 我說出什麼的話呢 我就回答你一個 你找不到一模一樣的 這樣的一個話 就先把這個疾風 把它打回去這樣子喔 他穿紙袋就講說 你什麼什麼地方 學來這些伎倆 這些招數的啊 然後 這個 夾三 他就講 嗯 我這個不是眼睛聽到 我這個不是耳朵聽到 然後也不是眼睛看到的喔 我這個招數 不是學來的啊 哈哈 那這個 船子就笑說 嗯 你很會答 一句合同語 就是說 哎呀 你你你你講的這些怎麼樣 呈口舌的話 萬劫 驢 那就是說 你這些呈 呈口舌的話呢 怎麼樣 就一萬劫 就把你這隻 這隻驢怎麼樣 這個 吸住了 讓你跑不掉了 垂氏千尺一再生壇 離鍋三寸 只合不到 你就說 好啊 你你你會跟我講這個 那我今天來問你啊 這個垂氏千尺一再生壇 離鍋三寸 怎麼樣 你答不答的上來這樣子啊 那這個時候呢 夾三他就在動念 哇這一題怎麼這麼深 他一動念啊 啊 要講話的時候呢 哇 這個船子怎麼樣 就這個 一個這個啊 渡船的這個船槳啊 就一棒就把他打 打到水裡面去了啊 哦 然後呢這個 夾三他怎麼樣 要爬上船的時候啊 船子就講 快講 快講 這樣子哦 然後這個夾三要講的時候呢 他要把他打下去 這樣子 所以呢他要講 他就把他打下去 他要講要把他打下去 這樣子 也就是說其實啊 船子真的太厲害了 你看都還不相識 哦 然後集聚過後呢 就知道我要你的 不是你的這個什麼 這個啊 舉心動念 我要的不是你 思辨來的 然後看你怎麼樣 你落入水之中 你要爬上來的時候 你看你動的到底是真心 哦 還是妄念 因為命要緊 哦 所以在這個狀況底下呢 三次 然後在第三次的時候 怎麼樣 啊 加三怎麼樣 大悟 把這些口意心思 啊 不及的地方怎麼樣 全部都放下 然後就 以上呢 他不講話了 然後不講話之後就點頭三下 這樣子 哦 然後這個啊 船子特徵就講 哦 乾頭實現 從軍弄 不犯輕薄意志輸啊 就是說 從此就怎麼樣 很自由自在的意思啊 那這個時候 加三就問說 哦 泡輪直掉 事意如何啊 把這個斯輪掉下去這樣子 然後 你到底在掉什麼這樣子啊 然後這個時候 得逞他就講說 我施旋濾水 浮定有無之一啊 就是說我 把他 這個 這個 吊師啊 他只是 輕輕鬆鬆的 那浮在這個水潭上這樣子啊 那在這裡 載浮載成呢 其實怎麼樣 一切他就是如此自然的現象啊 你以為我真的要掉個什麼嗎 哇 他講得很高明哦 所以這個時候 夾三他講 語帶懸而無路啊 舌頭彈而不彈啊 他說 哇 老師你這個實在太高了哦 然後 你你你講出來這個話都讓我判不著邊哦 然後 而且你你你你這個講了之後又好像沒有講這樣子哦 那 那這個時候呢 啊 這個 船子得逞就真的明白了 明白說 嗯 你現在的這個 異解 這個會解啊 是 來自真心流露 而不是怎麼樣 是在我所講的這個句子上去推敲的 所以這個時候 他講出了這一段話 就是 掉進江波 精靈時遇啊 啊 就是 我終於掉到一條好料的大雨了這樣子 那結果這個時候夾三呢 就趕快把耳朵捂起來 就 我不是被你掉到的 哈哈哈哈 啊 那這個 因為佛是佛性本質具足了 然後這個時候呢 啊 船子他在 非常肯定的講 如是如是 就是這般 啊 不是你用這個試量 啊 所回應出來的 嗯 那 那在這個之後呢 他就跟這個 加三講喔 從今以後啊 你 要 藏身在 就是在藏身處 末中積養 那在末中積處 末藏身啊 啊 我在藥山底下30年啊 只明白這件事情 啊 這個很重要 他講說 啊 你今後呢 就是怎麼樣 這個長身處末中積 你要去的這個地方呢 啊 你只管 一心好好的用功 因為這個是 初次有見地嘛 那我們 從這個 啊 操動的這個系統來講的時候 啊 就是 你一定是要達到這個什麼 啊 最高的軍神無畏啊 那 我們可以從 從知道 正中來啊 正中偏正 然後一直到這個 這個 尖中 尖中到這樣子 那 這個時候 就要 就談到他的見地 就是說 你必須要去用功 用到怎麼樣 啊 用到這一個就是 我們可以講說這個 啊 入必進空 啊 滅主席論 所以這個 啊 一切空皆空的時候 啊 路必進空的時候 這個狀態就是 莫中基 那 一旦你達到這個 莫中基的時候 你真實的能夠 側悟了啊 真實能夠 萬元放下三河啊 這個 大地 粉碎 的這個境界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 你就要出來度眾生了 啊 就跟他叮嚀這句話 然後他講他自己三十年也是這個樣子 哦 然後 以後你不要住在這個聚落裡面去 但像深山裡啊 啊 這個 這個瘸頭邊啊 密取一個半個 就是說 你以後不要住在這個鬧區啊 但是 去住在深山裡面 然後就找一個兩個 啊 這個什麼啊 這個值得看照的人去 去接你的法這樣子 然後不要讓師父的這一門法門斷絕 這樣子 哦 那所以 講完這一番話之後呢 這個佳山他就 持心了 然後在持心的時候 他還是怎麼樣 啊 心中還是頻頻的回顧嘛 就說 佛法就 這個時候其實他心情很複雜 其實他也得到了這個勘言 那在勘言的時候 那 內心 還是有怎麼樣 一絲 一絲 一絲的這個什麼啊 我們可以講說是 呃 擔憂啦 他已經不是這種懷疑了 就是內心 啊 佛法就是這個樣子嘛 那 所以他回顧 又 某種程度來 又是一種感人感念的這個心情 所以 他才不捨 然後頻頻的回頭看他的老師這樣子啊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川子得逞就大叫 啊 就大叫他這樣子喔 然後這個時候加三他就回頭啊 那回頭的時候 這個老師啊 他就把這個 我講 就把它拿起來 就想 你以為還有其他的嗎 啊 就這樣講 然後 講完之後呢 自己就這樣兩三下就把這個船 就怕 連船帶人怎麼樣 就把他弄倒 弄翻了 這也是好功夫喔 然後 船翻了 然後 他沉到水裡面 那就沒有再出來了 啊 這裡談到他是 入水而是這樣子 這樣子 也就是說 我所有的功夫都交給你了 啊 沒有別招了 這樣子 那所以 啊 這個時候 他就完全知道老師的這個用心了 然後從此之後呢 他就怎麼樣 就頓事忘記啊 然後去找啊 值得看到的這個學生 那之後呢 啊 他的這個什麼 這個 學生越來越多 那弘法的這個刀鋒越來越旺 那 聚成怨雨啊 這個 也就是說他門下 就是大星啊 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呢 我們前面 看到就是說這個 這個 吳亦原來產生他一天 在翻雨路的時候 看到這一則公安 他 他的心中產生了太多的 為什麼了 剛才我們把故事講得比較白一點 比較透一點 可是他在當時候 第一個 為什麼 這個什麼 這個 和尚 他入水便打 然後 為什麼 打完之後 他起來 他就開悟 那為什麼 他開悟之後呢 他自己又要把這個船 把它弄翻了 就是老師要把這船弄翻了 然後弄翻了 還不打緊 自己還要在水裡面 就是這個什麼 溺水而亡 這一連串的事情 對他來講 太古怪了 太古怪了 所以 一讀的時候 他其實內心已經 在往這個公安畫頭的這個方向去修行 那一修到這一則公安的時候 這裡面的玄機太多 所以 我們知道他前面的功夫是很好的 所以當他一心要想進入到想要知道的這個功夫的時候 一下子他就滾入了這個很大的這個疫情 所以 所以他看到這個公安之後怎麼樣 七勝皆迷 也就代表說 他的這個疫情很深很深很深 深到怎麼樣 他其實也不知東也不知西 也不知內也不知外這樣子 而且他這樣的一個功夫呢 而且他這樣的一個功夫呢 是經過了幾幾乎快要兩個月 然後有一天他聽到了這個什麼 造州的公安 這個公安是什麼 有佛處 不停留 無佛處 即走過 那當然 用功在用移情的時候 如果這個 聽 就是你用功用得非常好的時候呢 忽然有這樣的一句 一個聚集的時候 你心中好像會放下了很多的過去執著的這個東西 所以他就如是重負 但是這個功夫還是在這樣子 那他如是重負的時候 當然是很自在的一個心態 所以這個時候他再到寶芳這個地方呢 去拜見這個壽長和尚 然後 雖然他有這個見地 但是怎麼樣 他每次把他見地呈現的時候呢 怎麼樣 得不到龍蝦的一顆豬啊 所以他又怎麼樣 又再經過了一個月 那一個月之後 等下他所摻 摻殘的這個功夫 這個移情 把它照顧得更密 所以照顧到怎麼樣 他可能連吃飯 都是忽然趴的兩三下 然後就怎麼樣 就又用功去的 他甚至可能用到怎麼樣 這個睡覺的時候 他也沒有睡覺 就是一直處在這個移情的這個狀態 所以他的這個顏色 從外貌上看起來是形色枯萃 望之若木雞這樣子啊 那這是用功用的很深的現象 那同時也可以知道說 這個壽長和尚很會照顧學生 就是一個殘堂啊 其實如果真的有學生他用功用到這般的地步的時候 其實從這個奸香 然後從這個行堂各唐師 然後到這個什麼 這個維諾 然後到這個班所等等的這些 其實這些人都要很清楚知道 這個人是真的在用功的 那能夠讓他公布更深 而不是說我猛然來的香板一打 然後把你打得更深 或者是我忽然一個大賀或者是什麼 我們可以知道在收藏和尚這邊 他們不玩這一套 就是照顧他 讓他移情能夠更深 這樣子 然後 之後 這個收藏他就說 他準備要去玉山這個地方啊 然後因為玉山這個地方 比較不興盛 所以他要到那邊去 弘揚這個草洞的法門這樣子 那他就說他也想跟著去 然後這個什麼 這個 當然一開始他們有一個很有趣的對話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就簡略 然後他就說他要跟 然後收藏和尚就說好 那就讓你跟這樣子 那在沿路上呢 當然 這個師徒兩人呢 老師還是能夠照顧他的方法 這個時候 受藏和尚就在旅途之中 就問他一個問題 就說 佛印 曾經跟蘇東坡有過這個記者啊 就是說 當時候在晉山的時候 那蘇東坡到晉山去找這個佛印禪師 然後 曾經佛印禪師他有講過這個記者 要蘇東坡回答 然後蘇東坡他當時候回答錯了 所以蘇掉了一個這個玉帶和玉腰帶 那也是一個蠻有趣的殘門的佳話 他就問他說 以致解詢新觸走 輕盈偏向臭鞭飛 他就問他說 佛印禪師的這個記者啊 我今天再來問問你啊 然後這個這個記者 到底是軍邊士還是成邊士啊 是軍事成 他就問他 你既然在我的座下 我們這個草動的方法 看看你透不透這樣子 也順便看看他用功的這個程度這樣子 啊 那 那 那 當然 這個 啊 武衣禪師的 他就是 啊 不加思索的 就直接回答說 啊 這這還用這還用講嗎 這當然是成邊士啊 啊 啊 這個時候受傷 他哈哈大笑啊 而且 就講了啊 像你這種回答啊 啊 所有人都會笑你啊 這樣子啊 那這個時候無意產生 他就 不明白啊 他就不明白 他說 嗯 為什麼 為什麼以前啊 的人講這個啊 這裡我們先解析一下 就說 已知解詢新觸走啊 就說螞蟻啊 他在找食物的時候 他知道哪邊有這個 這個 昏心的地方就是哪邊有這個 生肉或是食物的這個地方啊 他就會往那個方向去 啊 那 這個青銀偏向臭邊飛呢 就是蒼蠅他聞到這個臭味的時候 也就可以知道他的來源這樣子啊 所以他就問說 那這兩者啊 這個狀態底下 這個狀態底下 在草動五位裡面來講 是君是臣啊 這個偏正五位 或者是君臣五位 他是怎麼樣去呈現的 啊 這裡也可以談到說 然後啊 我們知道啊 在啊 六祖會呢 他有一天他去找這個啊 就是他從列隊出來 這個啊 必在列隊出來的時候 然後 他有一天到印中法師的這個地方嘛 那要去拜見印中法師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情 不是發生了這個啊 剛好經過啊 有兩個啊 這個出家中 然後出家中就在 正論這個什麼 幾個寺院裡面的這個梵 梵 梵 然後就問說 這個是風動 然後另外一個 一個 一個 法師就回答說 不是 這個是梵在動 然後一個就 就繼續爭吵 如果風不動的時候 梵怎麼會動 然後另外一個講 如果 如果 梵沒有動 你怎麼知道有風 兩個在這邊正論不休 這樣子啊 這個 當時候的這個 露心者經過的時候 就講 啊 我看也不是梵通 也不是心動 是忍者心動 哈哈哈 就這樣回答 然後 其實這講 講了什麼意思呢 其實君他就是心 然後這個什麼 沉 他就是靜 那椅子解尋心處走 他是鑿在這個靜上啊 他這個心做不了主 心其實是不動的嘛 所以他叫做君 那這個椅子 他聞到這個心 心味他就被影響了 就被這個靜影響了 那蒼蠅他聞到這個臭味 也就被這個靜影響了 他這個心根本 沒有沒有說安住啊 沒有說不動嘛 所以他就回答說 這個是沉編式啊 那剛才的這個風通反動也是嘛 你看到的都是外向 都是靜上面 所以他就回答說 這個是沉編式這樣子 所以他當然就順著這個道理 就回答老師說 對啊這個就是心 這個就是著在靜上了嘛 你心並沒有安定下來啊 所以他就講說 那為什麼這個回答不對 那為什麼以前的回答是對的 那千人的回答是對的 然後這個蒼蠅他來講說 一非一切非啊 啊你這個什麼 你一落入這個什麼 這個二元對立分別的時候啊 那這個所有的思維都是錯的了 所以這個時候蒼蠅就講說 哎呀你呢也好不容易呢 修行到這般見地啊 一到多門又到門了 就是說你從以前的 從根本就不知道 門在哪裡了呢 你現在進到這個門 這一邊 那你一進到這個門 這邊的時候呢 你雖然能夠再往這個什麼 往這個啊 終究的這個大門前進啊 可是怎麼樣啊 啊只可惜什麼 你還是落入在這個像的修行上 你還沒有真正的起立到這個 新的這個部分呢 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啊 師父自己曾經解釋就是說 你還有所謂的君位在 還有所謂的成位在的時候 當然這個是草動五味非常 重要的一個核心嘛 可是你如果修行到更深一步 也就是說你修行的狀態底下 如果你能夠均跟成怎麼樣 也可以說均跟成 新跟進 酸敏 酸旺的狀態的時候 你的回答就不是這個樣子了 所以他才會談到說 你的修行到這個功夫也不容易啊 但是還是其差一早這樣子 那他對老師的信心是很深的 所以當老師這樣子講的時候呢 他就又繼續再用回他的方法 那這裡就沿路上 他們從這個寶方 然後要到玉山這個地方嘛 那終於達到玉山的時候呢 他就繼續用功 然後繼續用功 在吃飯的時候 忽然間聽到這個什麼 這個道場的護法人這樣 砰的一下倒下來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他的這個什麼 疫情散開了 散開了 所以他就再寫一個記事 給這個收藏和尚 這個記事講說玉山又一眼 就是說從你 我們一開始從這個寶方法 往玉山的這個地方 你就跟我講這個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成邊是這樣子 所以我這樣子一路走來 就怎麼樣 心會一路絕 我的心也就不再動念頭了 那這個這個思辨 這個這個什麼言語也就怎麼樣 我也說不出口了這樣子 那我以前呢 每一次你所講的這些法呢 我都都是用很多的這個肢解 用很多的這個什麼心事去解會他 但是每次去解他的時候呢 到了你這邊就好像什麼樣 沸一趟澆血 好像一鍋熱滾滾的湯 然後把它澆在雪地裡面 一下子又結冰了 那今天老師你這個什麼 莫巴比金針 就是說針呢 怎麼樣 會有針孔嗎 今天老師你到這個地方 你給我的是怎麼樣 沒有針孔的針 然後讓我能夠達到這個地步啊 然後這個梅花 他佔褲枝 就是說今天好不容易 我在這樣的一個絕後 在樹的時候呢 就好像在梅花 他開在這個褲枝上 然後呢 在這個什麼 已經開始寒冷落葉的九月天 桃花也開了這樣子啊 觸目如如虎修辨別 就是你從眼睛看到的 你都不要再去辨別他這樣 集水攤頭 掏探膏 那你這個這個 在行在集水攤頭的時候 你反而把這個什麼 這個是你可以撐船的這個膏 反而就把他怎麼樣 就把他放掉了 就很自在的 他就談到他現在的這個心境 是這個樣子 然後 這個壽倉他就講 他繼續在講 一道多門又道門啊 蓋心絕疑而命更未斷 他還是繼續的怎麼樣 講說你的功夫有所進步 但是怎麼樣 可是你這個生死心還在 這個命更談的就是他的生死心 所以 這個時候怎麼樣 老師既然知道說你還不到 那當然他自己也很清楚知道 每次撐 然後老師講著他 他就更明白 所以 他還是有這個很紮實的功夫 再次回 回過頭來去照顧他的這個疫情 所以這樣子又多久 又再兩個多月 哇 很深的這個疫情 然後 他是 早上 晚上怎麼樣 他不睡覺的 這個功夫體力也非常好啊 那當然身心要很安定 他是像那一個很猛烈的功夫 不是像一般人 啊我參殘啊 然後我兩天不睡 我三天不睡啊 然後老師看你的情況不對了 叫你要去睡覺 你不去睡覺就怎麼樣 你這個心受不了這種狀態 你就往發發瘋的方向去的 不是往開悟的方向去 然後他就繼續照顧他的話頭 照顧他的疫情 然後有一天他在上洗手間的時候就這樣子 看到怎麼有人在爬樹這樣子 他這樣一看 他開悟了 那開悟的時候呢 他就再去這個建這個寶房 那一去建寶房的時候 他什麼都不說了 以前就是信心滿滿的 會把他的所體驗怎麼樣 一見面 甚至就寫成記者 然後要給老師看 這是一見面就一入門就拜 然後收藏就可以 欸今天不同 就問他說 怎麼樣啊 修行怎麼樣啊 然後這個 這個 無意產生他這樣 有夠活路 不許認知 就是從死裡面活過來了 是 不要告訴你 然後這個收藏就講 為什麼不許認知啊 為什麼不告訴我啊 那這個無意產生就說 不知就是不知 嘿嘿嘿嘿 不告訴你就是不告訴你 這樣子 喔 然後今天來的就是不一樣了喔 喔 也是這個不是急著去 承自己的見地這樣子 然後也沒想要去 承自己的見地這樣子 所以這個時候 收藏就舉 舉這個 婆子少玩感生的 這一個公安去問他這樣子 就說那婆子他 這這麼做是為什麼這樣子啊 那他就很自然的回答 這個不就是在黃金上再去添這個顏色啊 叫做多此一舉這樣子啊 所以他在 舉幾折這個公安就 龍影霧起 虎笑聲 風聲 然後 然後 要你寫這個 你的體會這樣子啊 哇 他因他來二話不說 就是 紫心流露的 殺活 真雄各有其啊 我虎肉眼 何能知啊 土光不遂十六億 依舊春風 蛛馬蹄啊 喔 他這裡面 沒有直接的去回答 他的這個 這個聚傷 可是 卻把一種非常自在的這個心境怎麼樣 就我已經不再去找你的這個問題了 我不再去找你這個狗 可是怎麼樣 我又很自然的去把我的這個心境 我所體會到的東西 我就如實的呈現 所以這個時候受傷就笑著說 指今日死之我不欺如也 你終於明白 其實這句話我想講的時候 他們師徒一定是哭成一團 幾十年的這個用功 然後用功用到那麼深這樣子 然後幾幾多次的這樣的一種 用盡心計用盡心計的苦餐 然後要乘這個答案出來 所以老師都不肯定這樣子 那今天這個狀態 終於他透脫出來的 終於肯定他了 這個場面在當時是非常非常感人的 然後這個時候呢 吳怡雲還繼續問這個收藏和尚說 那之後還沒有其他的事情 老師你要再提醒我的啊 然後這個收藏講說 我只知道穿機吃飯啊 其他的也不要問我啊 然後這個吳怡雲是這樣 難道還沒有其他的一招嗎 然後收藏他在講說 你以後啊 你可以怎麼樣 這個什麼這個 保衣披生啊 加沙披生啊 信無仇 仇策主義啊 所以就說你這個怎麼樣 可以上唐說法了啊 沒有問題了 所以就什麼 叫他把這個浮沉 就把那個法器 呈交給他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呢 他從16歲開始用功 到今年 等於是整整11年的這個用功了 然後 這個吳怡雲是他自己本身在戒學 定學 還有禁讀上面 他都用了很深的這個苦心 所以他也以這個雲基諸宏 大師為一個學習的對象這樣子 然後之後呢 他就前往他的這個座下去 修學這個菩薩戒這樣子 然後 他到這個信州這個地方呢 最初在這個西岩寺這邊啊 然後在西岩寺這邊呢 起居了40多天 但是怎麼樣 其實也沒有什麼樣 其實生活也算蠻辛苦的 然後就才也是耶穌為過這樣子 但是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 然後他就住 住在這個什麼 祖映院 七個月 之後他就住在這個柏山 然後 他剛去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柏山這個地方是非常非常衰敗的 那他去之後就從此怎麼樣 大興這個中風 但是他自己本身 對他自己的要求是怎麼樣 很嚴苛的 就是說他 所住的這個地方呢 怎麼樣 是一個茅草屋啊 而且怎麼樣 進竹籠 就代表說你走進去 就只有你走得進去的 這樣的一個小面積 就是其他裡面什麼方丈式裡面一個多餘的事 一個物件都沒有 那至此之後他殘律並行 就是說 因為他為什麼這個偶依大師會受到他啟迪這麼多呢 就是當時候的殘門 也可以講說 有些鏟盒子做模作樣 或在文字上做肢解 所以呢 他遇到這個偶依大師 他遇到這個偶依大師 他遇到這個 偶依大師 偶依產師的時候 發現他的這個修行之深厚 然後磁力之眼睛 可以非常清楚說 這個就是當時候的時代所需 所以對他非常非常的敬佩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個無益禪師的這個故事 我們都就講到這邊 那請問線上有沒有問題 老師沒問題 我能不能問一個問題 好可以 這個無益祖師 他是跟朝動中在學法 可是他為什麼靠移情來開悟 是不是說朝動跟靈際中間 其實並沒有什麼很大的差別 就是說他在朝動的祖師下修行 可是他是靠話頭禪裡面的移情 而開悟 那表示說這兩種禪法中間 並沒有說是非常的不一樣 還是說他可以互相的融合 好非常好的問題 也是重點中的重點 那其實也可以講說 除了朝動中除了這個洪志正絕 他比較系統化的 比較明確化的把這個墨跟趙 的這個方法怎麼用 他以墨趙明來呈現之外 朝動中本身他是比較是 也可以講說他比較向內的 就是說你開悟來之後 我勘驗你的這個方法 就是以這個朝動五位 君臣五位去勘驗你 到底是誤在哪一個階段 你可能是出現自信 但是你的這個煩惱還在 你可能已經到達了這個什麼 這個入必進空 就是這個能所雙命 能所雙望的這個階段 可是你可能還沒有這個什麼 絕後復甦還沒有偷偷 這個偷偷過來 所以他厲害的是在於 在他們修行很內化之後 然後在接這個地址的時候 在接種的時候 他可以很清楚知道說 你的修行落在哪一個位間 然後他在用什麼方法去 起敵你 可以講說他比較是向內的 一種審核系統 那靈記的話他就很簡單 也可以講說所有的殘門 其實他都可以不離開話頭公案 當然大會中高又把公案 他更精簡的是讓我們只是在這個 話頭上在儀器上起移 而不是在這個公案上面去做這個組織分析 所以也可以講說所有的殘門 他都可以用公案 都可以用話頭 但是靈記他自己 其實他最大的一個特色 他是飼料件 他其實跟曹洞 他同樣的一個系統就是比如說 他這個有所謂的奪人又奪靜 奪人不奪靜奪靜不奪人 或人靜聚不奪 他也是用這種方式去取敵後備 只是說曹洞他如果把這個軍臣五位拿開之後 是這個洪志正爵他的這個末兆 是一個非常有赤地 在所有的在曹洞系統裡面 等於是他能夠把這個赤地 然後跟這個修行方法去讓他具體化 那比較多的他們都是向內的 那只是知道說一句之間 一個言行之間就可以知道你的修行在哪裡 然後就再繼續讓你能夠用方法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我們一定要去分這個五加七宗 類似這個意思 非常感謝法師 我自己就是覺得自己是覺得非常的受用 可是也希望說將來有機會 因為法師現在只是介紹祖師他們修行的過程 希望將來有機會能夠介紹到祖師他最主要的經意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講參�禁禁禁禁 那法師如果將來有機會講完祖師的事跡之後 你講一些他的參禁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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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也许法师将来有机会 除了祖师的这个开悟的这个前段 那中间的法师可以加一些他的经意 就是他们了解的东西 然后最后就变成是说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受用 可以的 可以的 没问题